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9月8日的俄乌战报速递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 老杨杨宇梦幻扯淡的一生 铜山耿剑博学的葡萄 百无竞技成为自己 用户尾号4079 这几位网友给雷哥频道打赏 还要感谢过去所有给雷哥频道打赏的小伙伴 以及默默点赞关注转发的网友 感谢您对雷哥频道的大力支持 在这里雷哥祝您事业顺利 心想事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好了 那么节目最后呢 有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小组的一周工作报告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俄乌军事冲突第196天 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战损情况 首先呢是来自俄方战损 数据呢是来自乌克兰国防部 截至到当地时间 9月7日俄军共计损失 士兵50610名 比昨天增加了460名 俄军战机237架 比昨天增加了1架 直升机208架 比昨天增加了1架 多管火箭发射车300辆 比昨天增加了4辆 军用汽车3320辆 比昨天增加了15辆 无人机880架 比昨天增加了4架 那么接下来看一看 乌方的一个损失状况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7日发布的作战简报显示 由于损失惨重 乌克兰在过去的一天里 没有向尼古拉耶夫 克里沃洛格方向推进 乌克兰武装部队第57摩托化旅 在赫尔松和尼古拉耶夫地区 未经许可 擅自离开阵地 白天时分 乌克兰军队向扎波罗热核电厂 发射了16枚炮弹 由于炮击 安赫德式全面停电 以上呢是双方的一个损失状况 那么接下来看一看 都有哪些大家值得关注的消息 本周三 爱沙尼亚总理卡亚卡拉斯接受了媒体采访 卡亚卡拉斯对记者表示 如果不能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那么其他国家就会失去安全感 卡亚卡拉斯称 欧洲不能再这样软弱下去 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把俄罗斯赶出乌克兰 这样才能让俄罗斯总统普京知道 利用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坚决不能让普京认为 只要利用军事手段 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 必须帮助乌克兰保卫自己的国家 爱沙尼亚总理认为 西方做的还不够 还需要给乌克兰更多的帮助 此外 爱沙尼亚总理对德国武器供应方面的问题 表示理解 卡亚卡拉斯坦言 爱沙尼亚是欧盟27个民主国家之一 但国家很小 小船比大船改变方向的速度更快 德国是一艘大船 所以要尽快做出 实施决定很重要 波罗的海国家呼吁德国 不要屈服于俄罗斯天然气的勒索 据拉脱威亚总理卡林什回忆 波罗的海国家此前曾反对 北溪一号能源管道的建设 并警告过德国 过度依赖一个供应商很危险 俄罗斯很可能会利用能源 做筹码敲诈欧洲 尽管多次警告过德国 但柏林还是决定继续这个项目 现在来看 北溪二号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柏林又一次忽视了警告 这样的错误再次发生 德国目前正在寻找应对方法 可以确信的是 能源危机将在今年冬天成为一个问题 再来看第二条消息 英国国防部发布了周三的俄乌作战简报 简报里显示 在乌克兰南下攻势的背景下 俄罗斯指挥官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 究竟是把预备队部署在顿巴斯 还是部署到南部战线 防守乌克兰军队的进攻 英国国防部强调 在过去的一天里 三个战线一直进行激烈的战斗 北部靠近哈尔科夫的战线 东部顿巴斯的战线 以及南部赫尔松地区 俄罗斯主要目标还是在顿巴斯和巴赫木特 但由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南部的反攻 俄罗斯指挥官面临两难的选择 英国情报部门认为 500公里范围内同时存在多个威胁将考验俄罗斯 协调作战计划和在多个部队之间重新分配资源的能力 同时英国国防部观察到 在战争开始初期 俄罗斯无法做到资源合理分配 结果导致其武装力量表现不佳 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 在9月7日的全国直播节目中表示 俄罗斯军队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 越来越多的使用过时的苏联武器 如KH-22、KH-59导弹以及S-300导弹 因为俄罗斯联邦的武器库存已经所剩无几 近期 乌克兰武装部队观察到 俄罗斯军队开始使用过时的苏联武器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很少见到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现代化导弹 昨天俄军发射了一枚X-101导弹 这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这种导弹造价非常昂贵 每一枚导弹的价格是5到600万美元 这是自开战以来 俄罗斯使用过最现代化的武器之一 目前俄罗斯军队使用的最多的是苏联时期的导弹 此外俄军使用S-300攻击地面目标 S-300的射程是75公里 这样经过改装的导弹 精度不高 且攻击有限 由此可见 俄罗斯在节省用于乌克兰战争的资源 根据各种消息来源显示 俄罗斯目前的武器库存已所剩无几 近期俄罗斯向伊朗寻求购买无人机 向朝鲜购买炮弹 种种迹象表明俄罗斯已经无法自己生产这些武器 相反的是 乌克兰正在接收西方国家和盟友送来的现代化武器 有大量的乌克兰士兵在英国接受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术训练 这些都是俄罗斯武装部队不具备的条件 再来看第四条消息 美国最近发布最新评估报告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俄军的伤亡人数超过7.5万人 但俄罗斯总统普京7日强调 自今年2月24日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以来 俄罗斯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反而是主权得到了强化 俄罗斯将继续履行保护顿巴斯的义务 本月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上致辞 俄罗斯自军事行动以来没有在乌克兰失去任何东西 也不会失去任何东西 军事行动的主要收获是加强了俄罗斯的主权 这是当前形势的必然结果 普京认为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国内 都一定存在对该行动的两极分化 但普京相信这是有好处的 因为一切不必要的 暂时的已经阻碍俄罗斯前进的东西都将被回绝 俄罗斯将获得动力和发展速度 因为现代发展只能建立在主权基础上 最后普京强调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一切行动 都是在帮助顿巴斯人民 西方政府人士认为 自从莫斯科最初试图占领整个乌克兰国家失败后 俄罗斯就一直专注于占领更广阔的领土 顿巴斯只是其中之一 顿巴斯地区有两个州组成 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 只要俄军拿下其中一个 普京就能向他的支持者展示他所谓的成果 这也是普京占领整个乌克兰失败后非常重要的成果 再来看最后一条消息 乌克兰副总理费多罗夫7日证实 乌克兰已收到首批20架战友无人机投入战场使用 费多罗夫表示 波兰交付的这批无人机是用乌克兰人民捐助款购得 乌克兰线上银行 Monobank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收到了170万美元的民众捐款 乌克兰军方使用这批捐款向波兰订购了40架战友无人机 另外20架预计本月底会送抵乌克兰 自俄乌开战以来 波兰对乌克兰进行了大批军事援助 光是坦克装甲车等各式战斗车辆就超过240辆 波兰还为乌克兰订购了860投弹无人机 波兰生产的战友自杀式无人机和美国援助的弹簧刀无人机 攻击方式一样 都是制空弹药 可以在目标上方盘旋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 然后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 战友无人机制空时间大约为90分钟 飞行控制距离为15公里 最大起飞重量为5.2公斤 作战高度为100到500米 因为重量很轻 可以单兵携带 无人机是以压力弹射起飞 10分钟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操作 好了 各位朋友 以上就是关于双方的消息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实时战报 俄乌军事冲突第196天 以下消息来自乌克兰国防部 截止到当地时间下午6点 北京时间晚上11点 俄罗斯武装部队继续集中力量 试图对顿涅斯克地区领土进行全面控制 继续维持赫尔松 哈尔科夫 扎布罗热尼古拉耶夫地区的控制 俄军对乌克兰领土进行不间断的空中侦察 并采取措施改善其后勤补给保障 白天 俄罗斯空军和炮兵对乌克兰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 10次空袭 多处基础设施以及民用基础设施遭到摧毁 乌克兰国防军在皮托姆尼克 鲁斯基基石基 赫里霍里夫卡 扎伊采夫 马约尔斯克 德鲁加 索莱达尔 巴赫木兹克 巴赫木特 多利纳 欧佩特尼11个地区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 乌克兰空军对俄军的据点和人力装备集散地 进行了14次空袭 防空部队在不同地区击毁了俄军两架苏25战机 一架卡52直升机以及两架无人机 另据乌克兰国防部消息 俄罗斯占领军继续违反国际人道主义准则 在哈尔科夫州的库皮扬斯克 俄军在当地警局非法拘留了大约40名当地公民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再次记录到 俄军把武器装备放射在教育机构之内 在赫尔松的格拉普里斯坦地区 由于炮击引发大火 俄军损失70人 在塔夫里斯克据点 俄军两套自行火炮被摧毁 另外两套受损严重 俄军在赫尔松州的一个炮兵师 损失了多达六成以上的人员和装备 目前已经失去战斗力 由于乌军对后勤的精准打击 俄军前线缺乏燃料和弹药 好了各位朋友 以上就是雷格为您分享的所有的消息 喜欢雷格频道的朋友可以点赞 关注加转发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俄乌战场上的信息 节目告这里告一段落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照顾好您自己和您的家人 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